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偷刀 現在我們回到了土豆的工作室了 那我們就來料理我們今天的主角吧 青蔥 蒜泥 二號砂糖 米酒 醬油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主角 赤龜 然後稍早的時候 我已經用人道方式處理了它 所以等下在料理過程中 它不會感到任何痛苦 好不好 我們原本是預計今天要去釣烏魚來吃的 可是沒有想到說 我今天把這些 那些鵝丟出去的時候 就有一大堆的小魚把那些鵝都吃光光了 大家好 我是偷刀 現在我們來到基隆的深奧魚港附近 至於釣主的話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來做釣吧 GO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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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可以耶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煉耳竟然大咬耶 真棒耶 後來 催下去 終於 嗚咻 終於 嗚咻 這太可愛了吧 錯度耶 然後今天為什麼會得到這隻赤龜也是還蠻奇妙的體驗啊 好大的赤龜喔 哇 給你們看一下 哇 這隻赤龜好大喔 這用撈的就撈的到耶 好可愛喔 還有一件事必須跟螢幕前的各位講一聲 如果你分不清楚這個河豚 它是有毒的還是無毒的 請你去詢問身邊相關專業人士 甚至說你就是不要吃赤龜 OK啦 我們已經處理完我們的赤龜了齁 那我們先把魚放旁邊 今天我們要來做蒜農蒸赤龜 稍早我已經把蒜頭磨成蒜泥了 今天我們要蒸一隻赤龜的蒜農量 我是拿六小顆的蒜頭而已 那我們來做蒜農醬吧 砂糖兩匙 脆瑞 醬油兩匙 脆瑞 米酒兩匙 脆瑞 脆瑞 喔 蒜農醬好香喔 如此好吃的蒜農醬 我們稍微拿一下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帶著赤龜一起上蒸籠吧 加水 加水 開鍋 擺入赤龜 淋上攪拌好的蒜農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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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吹下去 關火 哇 聞起來好香喔 好香喔 蒜農醬 真刺龜喔 那我們就準備開動吧 哇 那我們來吃他全身最有最好吃的地方嗎 就是他的肝臟 好香喔 喔 他的肝臟入口即化耶 他的味道跟口感兩者完美的融合在舌頭上 宛如人間的仙境 難怪日本人這麼愛吃河豚 喔 好好吃喔 是說赤龜他最好吃的地方就是這他的肝臟 如果赤龜他今天處理程序可以簡單一點的話 他應該會被人類吃到生態滅絕吧 不過處理赤龜真的是有夠麻煩的啦 但正規如此 他就是因為這麼麻煩 他才沒有被人類吃到滅絕 那我們吃吃看魚肉好吃嗎 他的魚肉很紮實耶 好好吃喔 吃起來有點像那種水雞的口感耶 十分紮實而且新鮮 一口青蔥一口刺龜 好享受的感覺喔 My God 還有別忘了他的下巴這裡也有肉可以吃 嗯 哇給你們看一下 他那個煎餓的下餓裡面 藏滿了好吃的肉塊 我想赤龜他當初在創腳的時候 他一定把他的所有點數都放在 體力值跟攻擊力上面 如此呆猛的魚 竟然可以活在大海裡好好活到這麼肥 他最大的危害 應該就是人類了吧 嗯 好吃 他這個下餓浸在湯汁裡浸很久 非常入味啊 吃到都會笑耶 好棒喔 好棒喔 我們已經吃完刺龜了齁 今天這集影片沒有任何一個生命的付出受到浪費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掰掰